在4月19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提问 我们关注到中美在18日发布的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中提到 两国均期待4月22日到23日 美国主办的领导人气候峰会 请问中方能否确定将会应邀出席峰会 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中方已收到美方的邀请正在积极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 这是时隔18天后 外媒记者再次就此事提问 在4月1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外媒记者问道 美国白宫发表声明称 拜登总统邀请中俄在内的40多国 参加将于4月22日至23日举行的全球气候变化视频峰会 请问中方是否收到邀请 是否将与会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花春莹没有给出确定答复 但她表示中方已经收到邀请 目前正在认真研究 中方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积极努力和贡献 愿同国际社会继续加强沟通协作 为什么记者对这一问题如此执着 前美国能源官员戴维·桑德罗认为 中美若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合作 可为两国与世界带来巨大利好 近日美国总统特使克里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 谢振华在上海进行两天的闭门会谈 中美双方都对此次会晤 给予正面评价 中国生态环境部称 双方进行了坦诚 深入建设性沟通交流 取得积极进展 英国广播公司更是直接发问 气候外交能成为缓和中美紧张关系的新乒乓外交吗 中美国总统特使克里面